可以改變了你吹來的口感 不關你吃多少水果 只要用這個神秘果和吃料都變甜的 這種水果原本是生於我們這個飛球 一種的糗粽 經過到我們這個高雄館美農町 我們這個省國農町 對到我們這個美国英臣 經過十多年 一直在改良改良 到現在已經適應到我們台灣環境的氣候 一些業者以往依照到 他這個外國的名字 將它叫做米拉勝國 這個米拉勝國的這個神奇的地方 不但可以讓生的東西吃起來變甜的 而且還可以應用這個保健去方便 這時候我們就去勝國農場去參觀 我們這個神秘果 這就是我們這首客就是米拉勝國 就是俗稱的神秘果 這種東西就是20年前 我有一個朋友陰盡 我就覺得這種東西不錯 他吃這個之後 吃起來都變甜的 這就是我感覺說 這商機無窮 那時候他們進來夠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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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這兩年才成功 這個台北基礎的研究 這種歷代性的一部的事項 所以二十幾年前開始 引進大量財壽 他可以說是我們台灣米拉勝國的開機 援助 由於他用心 經過到很多房子的實驗再實驗 所以他現在所正的米拉勝國 對財力到開尾只要到一年半的時間 正的米拉勝國時間 我們身分是真的降低了 有夠多 因為我們已經跟進化過程 我們已經知道到 到結局 兩年來就可以開發了 現在我們的技術算不夠 甚至早到一年半就開始發生了 米拉勝國是最大的貫復 在後來國家俗信中不可思議的味道 這是因為 可以將整杯很爽的水果翻到吃 比如說你來吃一個米拉勝國 以後 整杯的雷鳳吃 整粒的雷鳳吃下去 都不會爽 甚至會覺得變得在那裡 聽說 還可以解決 這個米拉勝國 在我們台灣不是很普遍 在黃新西的培養長裡面 有一片十幾年以前 陰陣的脈 一陣子 一陣子 我如果穿了米拉勝國 整個冬天都可以結局 而且開月的時候 還有一陣子這香的奶油過我的香味 不然常常吸引到很多香 來到這裡的菜味 像這種大雙十二十年 十千粒 十千粒 每年的春秋兩季 算大生 其他時間是溜溜溜溜溜 有時候像這種大生 一片一片斑七八百粒 七八百粒 整整個樹都紅 他成熟的時候 整年一陣子都會斑 整年一陣子都有 因為這個結局也在開火 尤其這個香 很香 你怎麼沒品種 有 那種椰子香味 奶油幾花香 對 真的很香 對 有很多在說 經過改良的平靜的米納勝果 在我們台灣的氣候 土糧 都很適合在政策 米納勝果 雖然經過到 勝過農場 改良 使用在我們台灣的環境 在生中 好照顧 還有好管理 政策不是很困難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一定要注意 如果想要請的朋友 不可能 他要先了解一下 中間是小小子 小子 小子就是外面 他對的結果性比較好 但是在這再議 這 set 就是有 限定的地方 比較快 會好 我們注意的部分就是 知道 preach 不要讓 含寶蕩 著 沒問題 這種處理是非常好積的 由於米納勝果 尚擁立冠木 他需要了很多 充分的立場 但是在他的材料 有機的時候 需要了更紅色的地方 人家裡弄到 就採用到 文色跟蠻蠻 分成兩階段 來提供 它成熟之後,我們中原肉吃完 它就有劑嘛 有劑我們經過處理後 點在聚合盆裡面 它雖然生長差不多到 第二倍、第三倍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拿起來錠子 這樣,這算是第一個改端 這個改端有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嗎 這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是 不要讓火藏到 讓火藏到,有的牠帶不起來 我們在厚水的時候 那個濕度不能太長 要讓牠適當的濕度 牠就成長得非常漂亮 那不是說牠最好要經過一檔牠 所以要讓... 剛才有在說要檔樓的時候 這是小廟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分水三個改端 那個... 那個... 保養方式 第一個改端是伊文石保養小廟 然後差不多經過兩國多月 我們一檔一檔 錠子地 往事來 錠子地往事來 錠子地往事來 差不多經過一檔之後的巡化 牠就差不多要開火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給露天煎 很快牠就會開火 結果 知道了 拌下去這個拌盆之後 已經過一檔的巡化 下肥之後 現在我們這裡是用 往事的 我們第一檔是用文姓 第一檔就是用往事的 用到一個檔 用到差不多一年完 會長的時候 牠就開始會結火了 開始會結火的時候 我們的庚山就要讓牠更強 讓牠更強 牠就開始會 開火 牠要開火之後 結果的時間就比較快 所以這牠的規定 一個大樓一個大樓 這些牠才會比較順適 所謂的巡化過程 這是什麼的意義 巡化過程 因為牠店知道之後 最初牠將要 facile 洋房不能受強 洋房受強牠會炒火炒 所以牠頭頭出來的時候 我們用兩針盲 用兩針盲 牠不會收工 牠的蝦子在發抖 比較大蝦 比較漂亮 牠的條比較高 不然牠收過強蝦 鄉鄉出來的時候 牠的蝦子會比較窄 蝦子窄窄窄 會窄窄窄窄 如果牠有分斷和培養 牠的大度比較順序 蝦子窄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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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窄� 可以改變我們人類的味蕾 所以讓我們嘗試 任何酸性的東西都會變得很甜 那我們當然是有去測試過說 很多種不同的角度去測試說 這個蜜拉克林對人體裡面的 一個身體激轉反應裡面 因為目前有很多不一的說法 那我們暫時性就是說 只是改變由它的那個糖蛋白裡面 對我們人身體裡面的一種 酸還原糖的一個激轉反應 那至於裡面很深入的研究 那我們必須我們目前慢慢的在做研發當中 那我們這裡面它後續的研發動作 實在是未代開發的很多啦 比方說它的果肉以及它的種子 對我們人體的健康保健方面 都有非常大的幫助 原來蜜拉散告的新奇 就是因為它有一百十四歲的 紅旗酸造成的 其實在糖蛋白中 算得比較高的水果專位在天堡 其實這一步的減鹽和食鹽 發電到蜜拉散告的成分 它還有一個豐富的維他命C 香港的重要發電到它的抗氧化性 比一般水果高有夠多 因此從這個酸的水果 可以把它變成在外 應用在醫學上的治療 也有很好的用途 像你們有各位的 辣椒、辣椒、地蔥、 為貴養、頂的競爭 新各農地因此 將蜜拉散告的原法作成的定制 可以讓很多民眾 競爭可以來分享到蜜拉散告的好處 這個蜜拉散告這一整株的樹 它的經濟價值都很高 除了我們的果實 可以做成蜜拉散告定制以外 它的種子可以研發其他的保健食品 它這一整株樹面除了根莖葉 全部都很好用 比方說我們現在做的雞湯 燉的雞湯 蜜拉聖果的葉子 把它曬乾 曬乾之後我們再把它去熬湯 熬成這個湯汁之後 我們就把葉子過濾掉之後 再把這個湯用我們一般的土雞來燉湯 燉差不多二到四個小時之後 我們這一道 然後加一點勾結進去 這就是一味很好的藥膳機一樣 對農業科技有真有研究的五萬金先生在這裡說 以為米納聖果的提供做到等級性的價位 主要是我們台灣自己WTO所造成的衝擊 為了要提高的農民的收益 它也跟一些好朋友造成的一間 生意農業科技公司 專門在這裡建立到米納聖果的財政技術 負責到相關性的健康食品 以及其他特殊療法的現物 來提升到米納聖果的經濟價值 以及它的營食性 他們除了米納聖果也很希望 國內有經濟價值的農民 加進到提供 以後絕對的設定到底 大家在京東來創作很多 有環境高經濟的作物 全米納聖果的帶立到新聞科技的產業 替我們台灣的農業創作的經濟價好的將來 今天這個農業新聞 也要跟我們報送到這裡 時間上的關係 也要感謝我們大家 對我們歐蓬電視台的支持和關懷 事實上政府單位呢 為到我們台灣這個農業 可以說呢 為我們來想出很多這個價位 尤其呢 加在我們WTO之後 政府機關也一直在想辦法 我們來不停ита 好